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关的文献大概最多的就是圣经 圣经的原意 希腊文叫biblia 原来是指书的意思 没有特别圣的意思 所以原来就是书 拉丁文也叫biblia 那可是就开始 因为那时候教会力量很大 在希腊原文时期它的力量还没那么大 所以这已经biblia 变成专属了 就是圣经了 那英文就也一样叫biblia 或者有时候加上the holy bible holy是后来加的神圣的 这个圣就在这里 那德文也是dbbel 所以这个字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是第二世纪开始加上holy一词 那圣经有它的古德操本 操本英文叫codex 这是操本 原来都是操在羊皮纸上的 但是那是从很早就发现这样的东西 然后后来有慢慢在发现更古的东西 所以这个操本有所谓的希腊古卷 就是七元四世纪左右的希腊文的操本 所以通常一些在国外的神学院的人 都要学希腊文 因为可以看到这个原始的经典 可是它是19世纪在西奈山的影修院发现的 它有全部的新旧约圣经 所以在四世纪以后就完整了 我们现在看到圣经 大概都是那个时候就编好的 那还有梵蒂冈古卷 大概也是在四世纪左右 这是在15世纪常在梵蒂冈的 有全部的圣经 其中原有全部的圣经 现在仅存一部分 所以这个是可以对照的看 就发现有一些差异 然后这个操本 还有亚利山大利亚的古卷 亚利山大利亚是在埃及 埃及除了这个埃及的首都叫什么 凯罗 凯罗 对凯罗 另外一个地方 这有最早的最大的图书馆 世界最大的图书馆 后来就被放火烧了这样 这是五世纪的时候 为什么写一个爱 亚利山大利亚 第四季爱 这个爱子是多的 就亚利山大利亚发现 现存大英博物馆 博物馆是一个历史的残留 通常都是偷东西偷过去的 抢过去的 尤其是欧洲的博物馆 几乎没有一样是他们自己的东西 现在就是好吧 那现在为王 到巴黎很多复工去看到很多 纽约大多是博物馆 还有大英博物馆 很多都是别国家的古物 那有时候要归还吗 那在归还这些博物馆你看什么 台湾要是少了公共博物馆 绝对观光客会少很多 就像你到某些国家去 你不会去看博物馆 因为它的特色就不是博物馆 公共博物馆还算是 以前我到罗浮宫的时候去过一次 才觉得说天哪 我大跑也跑到罗浮宫来看博物馆 可是公共博物馆我没去过 回来就很 当时很惭愧 就是说回台湾一定要去公共博物馆 回来就忘了 一直到有一天 有一天我的亲戚从大陆来 他说去逛故宫 我说也好 反正我也没去过 后来我发现好像去过 不是没去过 去过不是没去过 但是去了忘了 因为这个没有什么 我对那种 我对古物没太大兴趣 那是一口顶 就是锅子嘛 他说不是啊 你看这纹路多漂亮啊 那甲骨文一个字我也看不懂 那时候我就发现有个字 像炯那个字 在甲骨的文里面就有 我就非常兴奋 说你看古人就很炯 那时候不是有那个炯那个字吗 我觉得哇 太可爱 古人原来那么有趣 唉 可是很多人很喜欢古物啊 我对古物一点 我说兴趣相对人非常低 应该说 但跟我对漫画的兴趣差不多 同学上才介绍我要看另外一个漫画 我到现在都没懂这样 我最近在忙别的事情 好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 伊法莲重叠抄本 这个在五世纪左右的抄本 所以这是圣经的古卷 另外还有这个啦 什么背记古卷 阿米阿廷米古卷 简称D 因为为什么简称D 我也不知道 这为什么简称M 那阿米啊 这我也不知道 反正总而言之有这方面的资料 所以圣经的正典的话 这是比较重要的地方 正典英文叫Canon 重要的经典 或者被公认的经典 原来是希腊文 这也是K的意思 差不多就是K-A-N-O-N K-A-N-O-N 原来是芦苇的意思 因为写在芦苇上 这个字跟正文的良度标准有关 所以后来就变成比较抽象 像准则 像限度的意思 在新约中 这个字就有原则的意思 这写加六十六就是路加福音 这个六是第六章第十六节 这个教会人通常是这么写的 然后灵后就克林多全后书 第十章第十三节 然后跟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 有这样的记载 用这个字就界限限度的意思 那后来又被表示信仰跟真理的规条 后来又用来指圣经的正典 所以那Canon用大写的话 就表示是圣经的意思 那这个我们在前面讲过 佛经也是一样 有经过开会决定哪一本书是正典 然后儒家的也是一样 四书五经什么之类也是正典 那公元四世纪 这个叫亚他修 亚他修是一个神岳家 有第三十九个复活节文告的时候 他也对正典 所以什么东西要收到圣经里面 什么东西不能摆到圣经里面 这个是经过开会决定 或是经过某些人决定 这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跟那个佛经的结集是一样 论语的结集比较没有那么详细的记载 但是猜测应该也有这样子的过程 合情合理的过程 那旧约 旧约是 其实是根据犹太传统 旧约分成三个部分 律法书先知书跟圣卷 那这个旧约呢 其实就是希伯来文的圣经 就是犹太人 当时的希伯来人所用的 所以耶稣时代就已经有旧约了 耶稣时代就已经有旧约了 好那这些东西就参考资料 这个弄一个这个是我在讲义里面 让你知道有这些东西的 这补充说明 你要去看都可以看得到 那结果正典的话 是一世纪末在亚迈尼亚会议 决定正典的说法 当时的犹太人已经在读旧约了 但是哪一些算旧约 哪一些不算 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 到这时候才有 根据这个拉尔的说法 说这个呢 律法书这个部分大概五世纪以前 公元前五世纪 不是五世纪以前 前五世纪就是大概孔子那个时代 再晚一点点 就以色拉改革事情就形成了 先知书在前三世纪的形成 这形成的样子打错了 圣卷大概一个世纪 然后最后就把这三个东西 成为一个旧约全书 你现在想到书 不要想到现在这种书的样子 你要想像是羊皮纸 在那个时候 还没有这种书的形式 这种书的形式 大概要到古通宝 发明的印刷书以后才有 所以以前我去拜访过 很早以前 在我还没开始要教练科去拜访 回教文化清真寺 在那个更新文件对面的巷子里面 不是回教大清真寺 回教大清真寺 是大埃斯林公园旁边那个 全台湾好像有三座清真寺 另外一座在高雄 那我没去过 现在再多我不知道 可能没有 就那三个 好 那个回教文化清真寺的 这个阿虹 阿虹就是主持人 或者什么 在庙里面就是什么什么 叫什么来着的 反正就是一个主持人 那阿虹呢是学声乐的 他们回教呢 不提倡声乐 所以他后来就放弃所学 这里面有很多故事 有些我就留在 我们讲那个 穆罕默德寿再讲 好了 他就说在西洋历史上 常常在点译伊斯兰教的时候 就说伊斯兰教呢 是一手骑着马 一手拿着弯刀 不然 就骑着马 一手拿着弯刀 一手抱着古兰经 征服这个地中海国家 他就跟我说 你知不知道 印刷书是几年发明的 我说好像十几世纪吧 他说对 那回教是第五世纪的事情 书都没发明 你觉得可能抱着一本书 你的假想是抱着一本书 然后这个拿着弯刀 月亮弯刀 这样征服世界这有可能 那羊皮纸那一卷 请问你怎么抱 你拖个车也有可能 拖几骆驼的车也有可能 所以他根本就是一个 违反历史事实的一个 然后对伊斯兰教的污蔑这样 他讲完我就愣在那 对哦 现在我读书越多 越发现很多人 都利用这种大家的无知 乱讲话 好 所以这里面就讲到正典化的形成 就在一个世纪末 那耶稣是第一世纪的人 他大概活了33岁左右 所以这个是 他应该 因为他的讲道里面 传道里面 有引到说 经上说 那个经上说 就是指旧约圣经 我们现代的旧约圣经 是犹太人相信的 有人认为 耶稣其实 就是一个改革的犹太人 他并不是要为全世界 有一种说法是这样 当然后来随着教会的发展 基督宗教的发展 才变成现代这样 当初他没有 他只是在地中海那小地方 要拯救那个被压迫的犹太人 然后他跟传统的这个西伯来人 或者犹太人 他们对传统的那些人的想法是不太 他希望激进一点 不要那么保守 那当时保守的这个西伯来人 或者是犹太人 叫做法利赛人 这个当时都有的 这个耶稣一直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了 那旧约全书结构 旧约跟这个叫刺经 或者叫庞经 或者叫后典 或者叫尾经 这个有不同的翻译 叫apographer apographer 这个刺经是由这个神学家 叫耶若米的人 他命名的 就是他们当初开会决定 当时有这么多这么多的记载 跟耶稣有关 那我们就看完以后觉得 这个还可以加入 不是跟耶稣有关 跟这个宗教信仰有关 然后这几篇好像没什么太大关系 就摆在一边 摆在一边的 或者不加不收入 就叫做apographer 这个在论语里面 在孔子的言论 孔子的言论 收到论语的是一部分 但没收到论语里面的更多 到处都有记载 孔子讲的话 但都没收到论语里面 那个我后来说 有编了一本叫子曰全集 也是类似这样 佛陀的东西也是这样 所以一直有一个 在这里之内 我们承认 在这之外我们不承认 我们当老师教书也是一样 说老师你怎么不教这个 怎么不教那个 有的就说 不相关 有的老师没看过 都有理由 或者老师不喜欢这样 所以旧约的四经 我们不要 讲伪经真的不太好听 现在听起来 但是如果你信仰纯正的话 那那些当然都叫伪经 是两约 两约就是旧约跟新约 中间是七些犹太人写的著作 这些著作 早期留在不同的犹太群体里面 一个部落一个部落 他们信仰的群体是不一样 在以色列以外的犹太圈子中 特别受到重视 那时候大概在地中海区 包含到埃及 这些书卷呢 在公元四世纪的时候 被耶鲁米 这有不同的翻译 耶鲁米呢 称为叫Apocrypha 又叫庞经 这些书卷有价值 但不能跟就位正典的书卷相比 为什么 有一个说法 圣经里面都是上帝说的话 上帝跟耶稣是三位一体的话 那就他们说的话 那真的是这样吗 真的是这样圣经会非常保冷 那都是上帝说的话呀 所以后来呢就有圣经 有一种版本的圣经叫红字版 上帝说的话 或耶稣说的话 全部用红字来引 那有红字版 你就把所有黑字去掉啊 你就知道圣经没有那么大一本啊 真的 如果要这样讲 所以这个还有的是故事 就得这样子摆 就像有人说 《论语》怎么命名的啊 《论语》就是每一篇的第一 前两个字嘛 那应该每一篇都叫紫月篇啊 这种话都说的不够精确 但是 就是说《论语》的前几个字 然后不要重复的 前几个字不要重复的 像八亿篇 八亿篇的前两个字叫做济世 那为什么不叫济世篇 说后面有济世篇 那应该这篇叫济世篇 后面那篇改名才对啊 那这篇为什么叫八亿呢 你知道吗 所以真要讲究 这些话都有问题的 可是因为是圣经 所以大部分的读书人 或后面的人 都不会再去质疑他的 既然去圣 你怎么能质疑圣人 你何的何能啊 那我们要是连俗世的教育 都不教你这个 你就相信那个 那你到教会去学就好了 不必跟我学 我教的也不是教会教的 所以我常常 读书的时候就发现很多问题 然后有些解释 我觉得根本不通 那种解释 你骗那种以前人还可以 你怎么可以骗现代人呢 完全解释不通 要不然就还有更好的解释 你还没发现 这不一定是信徒才会发现 所以这不能跟教会正典的书卷相比 然后这个时期的希腊人圣经抄本 却包含了圣经在内 所以以前人是承认他的经典位置 那后面的人决定不要了 那这是后面的决定 这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决定 这就是知识社会学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那个决定就是传统 现在孔庙里面的祭祀都是明朝的典礼 也不是宋朝的典礼 所以你为什么一定要执着明朝的典礼呢 你明朝人啊 C 所以没有道理 我觉得那都可以改的 当然这样讲非常不好听 因为他们已经花很多时间研究 终于发现那个 我说可能那是明朝的 我们为什么不能有今天的典礼呢 我们不是明朝人啊 好歹我们是明国人啊 好歹 另外就是圣经跟新约圣经的那个 跟天主教综艺本目录 你可以比较一下 所以你去买圣经或看圣经 有些圣经有次经 有些圣经不含次经 就是因为你看到也是天主教圣经 基督教圣经 还有基督教里面哪一派 所以以前那个更新文教院 还有一个书店 后来拆掉了 就摆在里面 我去买圣经 那个圣经叫斯高圣经 天主教译本 医名不太一样 不知道为什么 我去买圣经 然后结账的时候 小姐说 你是神父吗 我想是有打折的意思 还是因为我留了胡子 就叫神父呢 然后我要到那个信友堂 去买圣经 就在那对面 三角公园那边 我已经就住在对面 我去买圣经 然后就买圣经 我就说我是教友 对不对 你又不打折我干嘛跟你说谎 对不对 说谎有时候需要代价的 两则是可以考虑说谎的 我也没说谎 我说为什么只有牧师要来 牧师买圣经 不是不用买吗 说牧师应该是送吧 我也想过动过坏念头 到教堂去 然后去 然后教堂不都有圣经吗 然后走的时候带回家去 这样 我动过这个念头 但是会发现太划不来了 这个不要跟上帝都过不去 谁知道哪一天 你到上面觉得 你是不是犯了怯道罪 我不就是拿圣经回家念吗 像你上网都可以念的 所有的经典 方便得很 好那新约 新约是我们主要谈的主要对象 新约里最晚的极卷书 权威性大概在公元前一百左右 就耶稣死后大概七十年左右 宗教认识的可能还在更晚一点 反正这个呢 没有太大意义了 对我们学的人 你如果是研究考古的 可能意义大一点 对我们要教的 我只是告诉你 你知道有这个事情就好了 这些研究者叫基恩 基恩认为有四个阶段 第一世纪 把这个什么保罗书信 另外编成一侧 既然都是耶稣讲的话 保罗书信干嘛摆进去呢 保罗是谁啊 保罗圣神没看过耶稣 他没看过耶稣 他以前是专门打杀犹太人的 他以前叫扫罗 你就想拿一个扫把在那边扫嘛 扫罗 然后有一天在路上就被雷打到 你知道吗 就雷啪一声 然后就吓在地上 然后天上就传了一个声音说 你为什么要欺负我的门徒 没有没有 吓得屁个尿流 反正屁个尿流又下大雨 也看不出是屁还是尿 反正就是水 就是 然后从那以后 他就开始变成基督教的重要的保护者 所以打雷各位一定要小心 有的人会死掉 有人会转性 就是信仰的性 好 这是 所以后来保罗书信就变得很重要 其实保罗真的是 所以现在有人说 现在的基督宗教 基本上是保罗宗教 其中有一点 就到底耶稣在他的传道里面 尤其四大福音书 讲的最关键的问题 耶稣有没有反对过同性恋 你认真去看四大福音书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讲到跟同性恋有关的 他反不反不知道 但是你绝对在耶稣的话里面找不到那个 谁的话里面可以找到 保罗的话 保罗的话可以找到 不是耶稣讲的 这就是你读书跟你不读书的问题 你就认为说 基督教反对 基督教也有人赞成 赞成的一个最根本的地方 那请问耶稣 我们都读四大福音书 他们基督徒 那请问耶稣在哪里讲到这句话 第几章第几节 你找不到的 找不到不表示他赞成 他也没说赞成 但他也没说反对 因为我想那个时代 这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这真的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时代的问题 像今天我们觉得很重要 上礼拜也觉得更重要 对不对 今天至少已经决定了 那以后怎么样再说 那将来的人看这个问题 就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时代的一个观念 各位慢慢的长大 慢慢会看到这世代的变化 我台大教授三十二年 我最近深切感觉到这些重大的变化 从没有电脑时代到有电脑时代 从我上课人很多时代 到上课人很少时代 这种变化实在是不得了 还有第二阶段 所以耶稣所说的话都受到重视 因为许多话在一定的时候 被记录在福音书里面 然后第二世纪以后 四福音书就经常被人家引用 说明他在基督教中的崇高地位 同时基督徒开始使用手抄本 这是后来正典形成重要的影响 所以四大福音书自然构成一个独立的文本 这个独立文本又相关 等一下会说到 第三就大概140年左右 一个叫马西洋的人 现在这个书有大陆的译本 有不同的翻译了 这个名字Marcion有不同的翻译 然后他出了一本新约在140年 包括路加福音的大部分内容 还有保罗的十封书信 所以这是以前有人编了 你就根据这个基础 再加减一点什么东西 这样子 简单说是这样 第四阶段 就大概190年左右 四部福音书 《使徒行传》 还保罗十三封信 前面是十封 然后约翰书信 还有犹大书信 还包括《启示录》 不包含西伯来书 雅各书跟彼得两封信 这是现在新约里面有的 就告诉你在这些过程里面 什么东西收进来 什么东西还没收进来 是有历史的演变 这里面就很详细的告诉你 然后告诉你出自哪一本书 我从小就希望知道 你告诉我的东西根据是什么 你这样有假新闻 就是他你看错东西 他没记好 如果你信口开河 有的时候我也不小心会这样 那就会出问题 另外这个阿坦阿修这个人 德高望重的东部教会领袖 就筛选了二十七卷书 最后就合成了新约圣经 后来被教会视为权威 所以这几年后来西部教会 东部西部就是东罗马帝国 和西罗马帝国 后来西部就变成了现在所谓的 大公教或天主教 东部就变成东正教 他们有几个重要的不同 第一个你在弄十字架的时候 方向不一样 这样下来以后 西部的是先点心脏这边再点这边 东部的是先点这边再点这边 第二用两根手指头 或三根手指头问题 都是基督教 你现在问那些信徒 他还不一定知道 唯一是看电影 看到东正教的用 这镜头是照着反了 还怎么样 为什么他往那点 再认认去看书 发现有这些不同 这都是很小的地方 对我们大部分不是信徒人来讲 那就是一堆冷知识而已 好 那加太基会议 第三 397年就第四世纪 确定了新约圣典 是包含这些 意外都不是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 所谓新约是397年决定 这大部分基督徒也不知道这点 因为他觉得有圣经 就拿来念就好了 你考证这干嘛 考证这就告诉你 我们等下要讲的东西里面 有些不在现在圣经里 可是还蛮重要 那信徒通常不会学到 好 正点选择有什么标准 对吧 什么要是 刚刚说有的就是耶稣的的话 没有 他作者是使徒 因为耶稣没时间写这东西 是他旁边的弟子写的 论语也都是啊 不是孔子写的啊 都是弟子写的啊 好 有关耶稣的见证是真实可靠的 所有种调都强调这个 但你怎么确定他讲的是真实可靠的呢 万一两人讲的不一样 你一个人就算了 在历史研究里面叫 孤正难以为正 你只有一条证据 这个证据力很薄弱 你有十条证据都讲同样事情 这相对而言 相对而言是比较确实 当然现在慢慢的有所谓的网路 你就一万人知道的也不一定是真的啊 好 在当时在研究历史 没有这么可怕的 那些历史要没想到这些 所以孤正不足以为例 百正也不足以为例啊 所以你说耶稣见证是真实可靠的 你怎么说 那只有一个信仰 我们相信这人讲话是可靠的 或者另外一个 就没有任何 这个 相反的证据的时候 我们要相信它是可靠的 就像说没证明他有罪 他就是无罪 这是法律原则 我们一般原则 没证明他是无罪的 他一定是有罪的 只要一旦有一个人被说他是嫌疑犯 那在我们来看 他就是犯人了 那还有什么问题 你怎么看他都是犯人 在那个列子里面 就有这样子的故事 所以一个人呢 每天农夫跟他的隔壁邻居打招呼 都很亲切 有一天他发现他斧头掉 怎么咋找不到 他怎么看着打招呼的邻居 都像是透斧头的人 过几天他斧头又找到了 再怎么看着邻居都像是好邻居 C 好 这个很早的这种社会心理学的心理 今天一旦你知道 预先知道某人是个很差的老师 或很差的朋友 你大概就不太会跟他接近 你知道听过他的坏话 所以英文说 Your reputation precedes you 你人还没到了 你的声望早就知道了 所以我受到某些程度的欢迎 有时候不是因为他们认识我 而是因为他们听过我的好话 那有人讨厌我 也可能就是因为听过我的坏话 好 这个见证的可靠这一点 这是真的是很难测定 尤其在这个时代 教会对属灵的价值广泛认识 这比较容易 我们来个共识 我们来个开会 觉得在我们来看 这应该是耶稣的说法 或者这故事应该是真的 宗教改革是以马丁路德 把新旧约圣经所有经卷都议成了德文 那还把犹大书 雅各书 启示录跟刺经一起放在附路里 不过现在路德教会 从未延习这个管理人的做法 刺经不在现在的新约的圣经里面 尤其是基督徒的圣经 你要到校园书房去买 全部是基督教的圣经 我的圣经都在那买的 校园书房就没有人问我 我是不是神父 我是不是那个不知道为什么 很奇怪 好那新约的结构 就二十七卷 刚刚讲的是大概三百九十七年的时候 一个叫历史书 就包含斯大福音书的《使徒行传》 耶稣的故事大概就出在这里 使徒书信保罗彼得 毕约翰 其他人 所以你英文取名字 很多人取的其实是圣徒的名字 别看中蔡奇亚名 Peter Paul John 或Mary 以前我那年轻时候 还有一个乐团叫Peter Paul and Mary 那都是圣人的名字 你不要以为是菜市场名 那都是在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人 还有《启示录》 《启示录》 《启示录》是最后一篇 迷迷糊糊糊 怪力怪气的 讲到未来会怎么样 那很多现在的电影 西方的电影 特别是那种末世电影 其实都从这里面得到很大的启示 因为相信世界会毁灭 然后耶稣会再度降临 然后会把好坏分开 然后好人会上天堂 坏人会下地狱 然后这一段就结束 好 那新约的《庞经》就是《刺经》 就是《伪经》就是《后典》 然后这里有一个说明 说这个《庞经包》 《雅各福音书》 《座委的马太福音》 《玛利亚福音书》 《玛利亚》就是圣母玛利亚 很多人那时候叫玛利亚 那后来也有摩大拉的玛利亚 在达文西密码里面 非常强烈地告诉你说 她是她太太 好像耶稣是个单身的 大家都受不了 耶稣是单身什么不好呢 她活了33岁 所以一有太太 然后当然就有小孩 有小孩就有圣悲的问题 那故事就写不完 然后木匠 约瑟是号称耶稣此世的爸爸 多玛福音书后有发现 多玛福音书 多玛就是 有很多人叫多玛 一个叫怀疑的多玛 一个常说是耶稣的 跟耶稣是双生子 这点我就觉得很奇怪 不是她就是圣灵寿律吗 圣灵寿律还圣灵寿 两个多玛就是 Thomas英文的翻译 现在叫汤姆斯小火车 或汤姆斯肉铺 都是Thomas 也是个很好的名字 亚拉伯同时的福音 真实翻译了 这有一些都现在都有 在基督教点外文献里面都有 好 她这里没有写 《犹大福音书》 我买了四本 全部看完 大致内容差不多 因为他们当时抢先 因为《犹大福音书》 顶多少数翻译不同 看完了觉得蛮失望的 因为没什么新鲜东西 有新鲜东西好像跟我要讲的 也不太有关系 还有《行传》的旁经 书信的旁经 《启示录》也有一些旁经 那当然大部分的信徒 只会读圣经 能读圣经就不错 这是我的牧师跟我说 牧师学人跟我说 他说孙老师 你是我认识里面 不是教徒 还读那么多圣经的人 我说我也是为了好奇啊 他说我们信徒对好奇 一点好奇都没有 要是信徒都像你一样 读圣经那还得了 我说我读完了 也没变成信徒啊 我觉得信徒比较重要 读圣经相对而言不重要 所以后来这个学生 后来也很少跟我联络 这种老师 联络的人也不知道干嘛 除非你要听我讲笑 他是基督徒好像也不太能听我讲笑 尤其有关教会的 或者有关这故事 新约正典的话 内容跟过程表 比较在讲义里没有 因为这个图很难 放起来字很小也没有意义 新约的英文 跟基督新教 跟天主教综艺本的目录比较 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做 我非常好奇这种事情 所以一发现没有人做 我就做了 我就花大概半个工作天 我就把它给做了 就这样 所以常常我觉得 我在这么多年来 难道都没有人要做吗 或者做了我没读到 我的讲义里面都有 所以你不要小看我的讲义 我的讲义有很多东西 是世界上第一次出现的 还有上次那个 我终于回家再把它算了一遍 讲孔子的弟子那个 这两个人重复的总共 我是写十一个人 所以重复的要加一个人 反正总共两本书的记载 孔子的弟子是86人 是没错的 上面有个数字好像是67 好像改成76 我回去又认真地把它算了一遍 好 那这个叫点外文献 就刚刚讲的刺经旁经 或者是厚点 或者是围经 大概比较不含情绪的说法 就点外就是正点之外的文献 那近东古文学里面 这个当时就帝王的名文啊 神话呀 智慧文学啊 像那个洪水的神话 在这个当时 又发拉底河的那些神话就有了 洪水神话全世界好像都有 或多或少 可能跟当时的气候变迁有关 另外还有拉比文献 这拉比是犹太的神志人员叫拉比 英文叫Rabbi 英文念Rabbi 但是那是R-A-B-B-I 所以念的Rabbi 应该也是可以的 那这里就发生塔勒木文献啊 米大石文献啊 还有死海古卷 那死海古卷呢 我也一次上课的时候 我说过嘛 一个学生就说 忽然间眼睛就亮了 然后下个就问我说 老师你看过新世境福音战事吗 我说啊 你讲什么 老师你没看过新世境福音战事 你怎么知道死海古卷呢 我就更不知道讲什么 你知道吗 他说老师我可不可以看看你 你的死海古卷 得到研究书里哪一部你要看 老师可不可以借回家 我想天哪 教书那么久 只有他一个人 要跟我借死海古卷 我就借给他 我说你要看英文哪有啊 不不不不 然后下一半就还给我了 老师会打开 非常误区 他连看都没看 那新世境福音战事吗 他说老师我要不要借给你 我说不不不不 你不看我的书 我也不看你的书 就这样啊 所以我跟漫画的那很很那个 那死海古卷也是点外文学 这是后来发现 那死海古卷有圣经类啊 点外类啊 社群类啊 群体守则类啊 因为那是当时的一些 小教派的人的东西啊 这边有一个简单的 所以1947年的时候啊 死海西边 那死海的缘分很高啊 虽然是个内海啊 呃 你躺在那边人会浮起来啊 然后死海的那个好像那泥巴还是什么 可以拿来当面膜的啊 这个后来发现 所以各位如果要到以色列去玩 大家可以带死海浮一下啊 发现这些古卷啊 特别叫昆兰鬼人 昆兰是耶稣当时的故乡啊 所以他耶稣讲的话 其实就是昆兰女啊 啊 所以那地方叫昆兰啊 昆兰 啊 然后这些卷轴是 啊 主前 就是你就知道 这是基督徒写的 主前就是啊 西元前啊 第二世纪到主后七十年间啊 啊 那个大概啊 啊 跟耶稣的时代差不多了啊 耶稣大概活到三十三年嘛 啊 不是西元三十三年啊 因为我们说西元一年 耶稣一岁 啊 所以纪念圣诞节时呢 其实耶稣好像在西元前三年 还是四年出生啊 啊 所以那个就很尴尬啊 当然这是因为后来的考证越来越精确啊 这个组织叫艾萨尼派 艾萨尼派呢 是住在这个附近 所以这卷轴部分是圣经啊 部分不是啊 所以几乎包含了全部的旧约圣经啊 不可能包含新约圣经 因为四世纪才决定啊 所以最古老的超本啊 这证实的现有圣经是可靠的 而且中国大陆现在发现了很多地下文献 也证明了流传的古书 很多东西被怀疑的 其实是可靠的啊 略有文字上的不同 但是基本上可靠啊 那其他卷轴呢 部分是犹太人对经典的圣经的诠释 那有一些是历史文化背景的著作 叫啊 所以这是四海卷轴 或叫四海古卷啊 英文叫 Desk Sea 四海 Scroll 啊 卷轴啊 那另外文学里面 还有一个人 一个哲语叫Philo 叫Philosophy 那个Philo 他是一个人名 他有著作书 那这个Philo的书呢 有一些被中国大陆翻成简体字 可以看到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叫约瑟夫 这不是耶稣的爸爸啊 这是约瑟夫 约瑟夫写了几本书 叫《犹太战记》 听起来像漫画 对不对 《犹太战记》 《犹太古史》 《约瑟夫生平》 跟《反驳阿皮安》 那在《犹太古史》这本书里面 有记载耶稣的事情 所以说耶稣存在的记载 你怎么证明耶稣存在 一个就是说当时的文献有记载 这样 非常不幸 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 我就跑到《犹太古史》去找 《犹太古史》 果然有两本 香港人翻译 我就一兴奋就买回家 怎么查也查不到 耶稣记载的这段 因为他没翻完 就是耶稣 记载有耶稣那段 他没翻到 因为没翻完 虽然有两本 小书 没翻到 后来呢 我就买了英文本 英文本就有 然后后来中国大陆 根据英文本所翻的 约瑟夫什么著作权 那他里面也有 所以各位看书有时候要小心 虽然他没有不表示 这都是假的 你要去查证 大部分人都觉得 书上讲什么 我就信什么 我们上次讲过在《孔子嘉宇》那本书 讲到孔氏三代初期这些事情 说出自于孔安国后续 我以前买的四五个版本的《孔子嘉宇》 都没有孔安国后续 我想奇怪啊 为什么大家都没有孔安国后续 然后我在文献上看到说 孔安国后续里面有讲这个孔子的三代初期 孔家三代初期的事情 我就非常困扰啊 我能找到的时候都没写 然后古书说有 那这怎么一回事呢 后来终于每次到书店就去看 然后一看到有这个我没有的孔子嘉宇版本 我就看有没有孔安国后续 就给我看到了有一本 然后我就站在那边看有没有那一段 果然有那一段 所以我的书里面只有一本有孔安国后续 如果你刚好只买一本书 所以为什么叫你们看版本 这真的很重要 有时候做学问你说 他骗人我的书就没有 谁骗人 你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各位在这个时代也要非常有 古代呢 做学问也要不那么认真 真的很可能犯下很多错误 那更何况你们这个网络时代 你根本不 那种错误是你几乎不能想象得到 你都不觉得你自己在犯错这样 另外还有使徒教父文献这些人 这些书这都有啊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是1945年 刚刚那是1945年 1945年的12月 在亚利沙拉利亚南面 这个地方叫拿卡玛里 那有的法文就不把H念念出来 就拿卡玛里这样 Library不是图书馆的意思 是找到了一批文献 这个地方有两个农夫 偶然在某个洞穴里面 说那边有一百五十几个洞穴 大概跟敦煌的类似啊 因为它里面干燥啊 气温恒定 所以那个保存的非常好啊 发现了十三卷 用埃及的克普蒂语 Coptic 写成的这个 蒲草翻页书 是蒲草的啊 这个蒲草就是Papyrus Papyrus就是原来的这个 纸的意思啊 那其中有五十二份文献 你看这边有多一个字 我再把它忘了弄掉 总共有一百多一百一页 这边写 这些文献写作的时间大概是公元四世纪 其中不少文献为人所知 就当时有记载 在当时以后就没有流传下来 现在又被发现 相比之下 《死海古卷》发现那天 全部的所有影片 到了半个世纪才全部出版 所以当时没有出版这些人家说 他们教会在做有阴谋啊 在篡改古 不是 因为整理的非常复杂 非常复杂 全世界专家非常少 你就每天做也得做十几二十年 好 那这个《死三册》 1972 1984就陆续出版 发现的早 但是它整理的快 还有一点是 古文献的研究中 《纳哥马蒂文库》 可能是唯一一套 由美国人主导文献集 这里面还包含了这个 国家的这个 要主导权的问题 所以现在的译本 就是先是英文译本 然后呢 这是中国大陆的译本 原来有一个香港的译本 后来叫《灵之派》的经典 这么厚 香港译本是繁体字 大陆译本是简体字 这么厚 所以这就是《拿哥马蒂文献》 然后这种多文献里面 其中重要的一个叫《多玛福音书》 多玛福音书的很多的话 就是耶稣的话 像论语一样 没有脉络的 那现在有两个版本 两个版本 那现在中文也有译本 英文的译本更不用讲 所以对于《多玛福音书》里面 很多话都在现在的《马太福音书》里面 可以找到对应 所以这个是《多玛福音》 那《多玛福音》呢 大概出自第三世纪 《茂名杜传》 绝物仅有 记载耶稣在世话语的语录 因为其他都不是语录 只有那个是语录 以前我的课 刚放上网路的时候 有大陆学生写了六页 我的语录 根据我的社会学课 然后传给我 孙老师这是你的语录 我想天哪 只有毛主席有语录 怎么我也有语录呢 我就看了一下 发现好像我讲了几句话 有一些还蛮有哲理的 有一些 就是搞笑吧 我怎么配有语录呢 耶稣有语录 我那六页语录 刚开始呢 这Guardia翻成中文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现在绝对不会想到 因为上书里面有上帝这两个字 所以Guardia不是翻成上帝 那从这个传教士立场来看 翻成上帝 你们中国人就想成你们中国人上帝 那跟我们上帝是不一样的概念 所以说不能叫个上帝 所以立马到当初来的时候 翻成什么呢 研究完全叫天主 立马到当初还写了本书 叫天主十一 所以后来叫天主教 就跟立马到当初有关 那时候还没有新教改革 所以没有新教的问题 然后后来有翻成圣神 有翻成上主的 那基督新教来了 基督新教大概晚了 大概一两百年才来啊 来中国啊 就叫上帝吧 那他们有上书 哎呀 现在中国人有几个人读书的 就变成上帝了 所以要天主要上帝 所以现在的那个教 旧教叫做天主教 这个没有叫上帝教 只有拜上帝会 各位记得吧 那个叫洪秀全的 对吧 他说耶稣 我是耶稣的弟弟 耶稣有弟弟 对啊 为什么不能有弟弟呢 我们中国人是这种兄弟姐妹 相亲相爱 对不对 所以外国的传教师就很尴尬 希望他信教 没想到他信出 他是他弟弟 哎 好吧 所以外国人就觉得 天哪 真的不得了 哎 中国人真厉害 我们叫他基督教 他就说他是他弟弟 我自己觉得这段蛮搞笑的 蛮搞笑 你能说他不是吗 我觉得这个很厉害 你能说他不是吗 好 后来又翻成圣灵 Spirit 那这个上主也翻成耶和华 这样 耶和华基本上是犹太人的上帝 他因为不能把那个母音拼出来 所以就拼了几个子音叫YHWH 其实后来就为了好念的结果 都加上了E 就变成亚伯 所以有时候是叫亚威 这个就是 那有早期就翻成耶和华这样 最近的那个圣经 我买过几本 叫做都翻成主上帝 主跟上帝 我就问过来其中一个人 我说为什么叫主上帝呢 他说因为这样 我说为什么不翻成神呢 有些版本翻成神 所以到那个买圣经的时候 他有的会注明神版跟上帝版 那还有主上帝版 那为什么要主上帝呢 我就问那个人 那人就说你不知道啊 因为他们那派的基督徒 不喜欢用神这个字 因为台湾人的神呢 常常跟魔神有关 所以说怎么会我们的神跟你的魔神 那根本层次差太远了 为了避免教徒会误认为神是魔神 魔神翻成国语 所以他们就说 那我就是翻成上帝 或翻成主是天主教的人 才用主啦 那我说为什么叫主上帝呢 因为有的教派提倡叫主 有的教派提倡叫上帝 所以干脆一本书可以大家用 就写成主上帝 God 那有一个现在已经过世 是一个在我那时代的一个念哲学的人 叫孟祥申 他有的笔名叫孟东黎 他后来到阎湾那边去住 他翻译很多书 他翻译圣经的时候 绝对不显成圣经 他觉得圣经是教徒的概念叫圣经 我不是教徒 我为什么要翻成圣经 这个就应该翻成植草经 他那个当时用植草 Papyrus 叫植草经 然后God 他就不翻成上帝 他就翻成哥特 还是什么之类的 还是果陀之类的 在他翻译的书里 一本叫哲学新天地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还买的 都买不到 他就在前面注明 我的翻译 碰到God 我全部都不翻成上帝 因为那是教徒的概念 我们是一半人 所以我不把这个概念引进进来 我们大部分人都随俗 特别大部分人在翻译这个基督宗教的东西 都根据新教的翻法 很少人根据天主教的翻法 譬如说天主教的翻法 你教宗 教宗就叫若望 保路二世 为什么叫若望 John 为什么不翻成约翰 约翰是新教的翻法 旧教就翻成若望 那为什么叫保路 为什么不翻成保罗 一样旧教的翻法 所以这个你要稍微有一点概念 你就知道 所以大部分的新闻 不信教的人 大概都是根据这个清教的翻法 你说像立马斗 为什么翻成马斗 他名字Matthew就是马太啊 因为那时候是旧教翻法 就叫立马斗 就叫马斗 Matthew 他是意大利文的拼法 所以不太一样 好 那个你在书店 可能可以看到很多有关耶稣的传记的书 上YouTube 你可以看到耶稣的传 大部分当然你要英文很好 我这是天主教徒写的 基督宗教诞生前的耶稣 这边也是叫基督传 基督因为他是救世主 所以是基督 我们做这种俗事只叫他耶稣 不会叫他基督 那就是谋杀耶稣 这个两个作者 美国的新闻记者 写了谋杀盖奈迪 谋杀林肯 然后就第三本就写了谋杀耶稣 他把这个日期呢 其实还是有一亿的日期 他非常确定 就耶稣是在礼拜五 早上十一点左右死掉 然后往前推几天 每一天发生的事情 然后在哪里发生的 这个都不是定论 但是一旦这样写 就好像那是定论 有时候这种书 就有这个问题 好 那这个讲到耶稣相关的文献 就是最常见的 就是所谓的四大福音书 这是根据他们在 新约圣经里面的顺序 所以马太福音 这是严格来说 是根据马太所写的福音书 Gospel according to Matthew 然后马可福音呢 是一个人叫Mark 像马可先生面包 也就是那个Mark 我们现在很多人 会翻成马克 就是根据马可所写的 路加是根据Luc所写的 约翰福音是根据 约翰所写的四大福音书 等一下会讲 这四大福音书之间的关系 大部分其实有三大 比较受到重视 第四大病 好那这几个福音书 是因为都记载着耶稣的故事 耶稣又没有活太久 尤其他的小时候故事 没有收在这个现在的 新约圣经里 所以耶稣大概只有后来 青年的故事 大概没有几年 祭书最详细的 大概就是他最后的 一个礼拜的故事 所以到底是历史 还是信仰的故事 这个是一直有争议的 那这个呢 几个福音书 因为内容相似 详略不同 所以就被称为Synoptics 或Synoptic Gospel 翻成同观福音书 或者是福类福音书 或者有的翻成对观福音书 你可以对照参考的这样 我这边这本呢 这个天主教跟基督教都有 这叫四福音书平行经文和参 你如果打开其中 你看到这种格子 像我的讲义里面的格子 它第一个譬如说 就是马太福音 在这个 在六个节的相关记载 然后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路加福音第一章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章 第一章第一章 所以你买一本而已 看了四 就是你看这一本 等于同时看到四个 一般看圣经的时候 你得记忆力非常好 你看完马太 看完马可 看完路加 看完约翰 再说 这在前面有记载 这样 那他就把你并列了 这样子 那个天主教的也有 那这本很特别的地方 叫做新约圣经并排版 有什么特别呢 因为他把 他排了并排了 也是一样 这样子 不同的行 第一行呢 是希腊文 新约圣经 这大概我们大部分人 都没办法 研究圣经可能可以 第二行叫 新标典 合合本 第三行叫 现代中文译本 修订版 第四行 吕正宗中译本 号称是最贴近 圣经原来的语法 所以可以生意点 然后思高译本 就是天主教用的 还有 英文新标准修订版 所以你看译本 等于看六本 六本 对 所以 其他人看不懂 所以看五本 所以这个 圣经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版本 这样 我的教徒的同事 有时候还跟我借圣经 所以你大概圣经版本最多 次于书链 我可能比教会都还多 样子 然后我的学生到欧洲留学 有一天跟我说 老师我要去梵蒂冈 你要买什么 我说梵蒂冈 那买圣经 你给我买一本 拉丁文的 跟给我买一本 什么的 然后同一道 学生到德国留学 我说你可以帮我买一本 德文的圣经 我现在大家缺日文的吧 虽然那么多人去日本 有人还说那圣经要哪里买 书店 书店 王牧大人也可以买了 好 那这个 耶稣的最常被提到的 就是一个比较客观描述 就是纳撒文人耶稣 因为他都是这么称呼他的 你当然可以称神之子 基督什么的 然后这来自同观福音书 跟托马寺福音书 就是一般般的多马福音 那是原来 教会里面没有的 多马福音不在 现在的新约圣经里 所以有一派人就出了一本书 叫做五大福音书 怎么有五大呢 不就四大吗 加上多马福音就五大了 所以这个是 他说虽然版本不同 虽然各不相同 但取材结构故事内容基本相同 所以被认为是同观福音书 约翰福音书 大部分学者都承认 马太跟路加在写作自己福音书 都以马可为基本材料 所以马可是最早的 就第二个的那个 然后再加进其他材料 这是一个推测 然后现在被认为是 这个大家所共识 那约翰福音的话 不会讲在里面 因为约翰福音实在是一个 太特别的一本书 所以前辈学主书 《同观福音书》中 约翰福音的耶稣形象大不相同 不可能两种形象都有历史的真实性 在《同观福音书》中 就是研究者做的一个比较这样 所以一般认为 因为那个《启示录》也是约翰写的 甚至有人觉得约翰的精神状态不太好 所以写的是《启示录》那种 近乎得了某种精神疾病 才写出来的那种幻象 所以这有不同的解释 当然有人认为那就是未来会出现的东西 有人认为那不是 那马可马太跟路加呢 耶稣充满了一人串比喻景欲等等 然后耶稣总针对一个主题前后一致 比如说光啊 道路啊 真理啊 生命啊 这样的东西 那《四福音书》的比较 我在讲义里面有比较完整的那边 大概都跟这些人的作品有关 那不是我发明的 我自己贡献的我会跟你讲 不是的我觉得 那这刚刚我们讲过的 耶稣圣明文献里面这些都有 哈马迪文献 那《多玛福音》就刚刚讲过了 或者要称为第五福音 《多玛福音》或者《托马斯福音》 这有那么多译本 中文译本 光中文译本 那《临之派经典》里面就是 我刚刚带来这本大的这样 那还有一个这楼世忠先生整理的 跟翻译的 其中有一段 大家都这样翻 只有他说 不对你看错了 好像他会Coptic 他会那个科普地语 他大概学过 不然他怎么知道 他还写说 在科普地语这里有一个否定的意思 一般都没看出来 那我就很讶异了 美国去的都没看出来 你能看出来 咦高啊 但是也不知道是他看错 还是别人看错 到现在的为止 好像只有说 他把那句话这样解释 我们到时候会讲 那其他的 这个是香港的学者 他们有那个 刚刚那本就是他们编的 好 那这个有两个版本 原文有两个版本 然后是约书的语录集 114句 不过有15句没有提到 耶稣的名字 所以是不是 耶稣说的也是 大概 应该就是他说的 就省略了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好 除了东马和英文外 还有一个叫做Q来源 Q是德文字 Cavella就是来源的意思 他们假定这四大福音师 都还有一个基本的东西 这东西没有找到 可是他们就说这叫做Cavella 这个有一个共同的来源 因为Cavella是由Q开头 所以在英文里面就叫QSource 其实Q就是Source的意思 所以这个就叫Q 好像007里面那个师傅就是Q这样 007的人都M Q 他那个MI6里面的人是这样 这一点解释多马福音书 也对新约研究带来震撼性 因为很多学者都认为Q来源的假设 只是解释福音书一个方便的做法 是不是真的存在更不知道 但是多马福音书突然又发现 又次有可能存在 Q来源可能就对他们来讲 就像多马福音书一样 有一个东西的 但是我觉得根据佛教的 根据孔子的 那就是都是在脑海里面的 大家讲出来而言 哪有什么Q来源 我就根本不需要讲定Q来源 就是我们一群使徒 跟着老师旁边听到了什么 那就是 然后等到我讲故事就是这一套 各位如果将来有机会 我们就不必做这个实验 你就把上这堂课写一个报告 你看你写出什么报告来 每个人同样一堂课 为什么会写出那么多不同的人 那就有不同的原因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 很常见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 一定要讲定有个Q来源 再加上你是什么时候回忆的 人年纪越大了 常常他的回忆越多 然后都是假的 我自己回想我的几个事情 我也觉得我会创意 创造那件事情是这样发生 其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后来有好多人告诉我 不是对了 各位到了我这年龄 就开始参加同学会了 大概前十年就开始参加 什么小学同学会 中学同学会这样的 每个同学会 大家回忆的东西都完全不一样 你都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然后那个人信誓旦旦说 我记得你怎么样 这样 好吧同学会 反正大家都接近了阿兹海默 那就是阿兹海默同学会这样 无所谓 反正不是很重要的 就是Q就是原始材料 这个一个德国学者的假设 在马太和陆家写他们复兴出现 已经有关书面材料的人 我怀疑是书面材料 我怀疑就是大家都在说 然后我们就是一群人 常常说常常说 那你听久了 就把它当成真的 然后就写下来了 因为有关耶稣的生平 在吉他福音书记载略有不同的 连时间都还有点不一样 那怎么会有个Q来源呢 我个人是反对 迟疑的 应该这样讲 因为我也不是这方面的学者 这个就是一个德文 Kevalli的意思 就是来源的意思 好 那还有ML材料 那干什么呢 你根本找不到 假定有个东西 这样子 我就觉得你干嘛要做这个假定呢 比如说 什么ML材料 ML材料中有比较重要 比如像好的撒马利亚人 英文你说 I'm just playing the good Samaritan 就是什么叫好的撒马利亚人 就是有一个 是耶稣还是 他讲耶稣讲的一个故事 就是口渴啦 然后撒马利亚人跟你是仇敌 他经过他就给你水喝 这是good Samaritan 他救你人 他不管你是跟我是同类的人 在当时这种 不是同类人 你死关我什么事 可是这个Samaritan 就让你喝的水啊 所以就变成英文的一个片语 如果你到一个地方去 人家就 哎呀谢谢你真好心啊 你说I'm just being a good Samaritan 就好了 我就是扮演一个 善良的和好的撒马利亚人 然后还有浪子的比喻啦 还有葡萄园工人啦 这珠宝的比喻 这珠宝你就要学英文 大概就说 就把一堆珍珠放在 一堆珍珠放在珠前面 他还不会preciate 好像类似这样子的比喻 这个 你学英文 其实从圣经里面很好 因为很多的典故是来自那里的 所以早期他要鼓励你读圣经 在街上都有发送圣经的 就学英文啊 还有英汉对照本啊 我就收了好多这种 我家里还有一本圣经 是我国中的时候 在台中的街头人家送过的 就读圣经很有好处了 我就拿了 我看到书我就好喜欢 不管怎么说 好 那犹大福音就是我最近年的书 就是说 这个学期念到书 看完四本这样 这其实已经有人写 这不是我 不是我看完出来写 所以犹大福音是在 大概130年代 170年间 这是爱人柳子曾经在 《反异端》这本书里面提到 然后后来一直没有人看到这本书 一直到1970年才出现 这样 好这是一个 可能认为是该隐派的思想 所以这个是 就是灵芝派的 这个是犹大福音书 那时候基督宗教有很多不同的小派别 那时候基督宗教还没有变成统一 所以还很分散 要这样讲 好 这个犹大福音是2006年 《国家地区》杂志频道的4月份有专辑介绍 然后你上YouTube可以看到完整的介绍 那完整还不算太完整 2006年的画面也有点差 虽然我在网络上看它写HQ HQ 你真不知道HQ是什么概念 乱想 这是诺斯蒂教派 诺斯蒂教派就是灵芝派 翻成灵芝 不是山上古侠片的灵芝 是灵魂的灵芝士的芝 那些人强调重要的是 你在灵魂上就知道某些事情 第一他认为 耶稣尤大 就是这个叫做加略人尤大 Judas of Iscariot 犹大尊重耶稣指示 将耶稣出卖给罗马人 这个出卖这个字还有人研究 所以它其实不是 它是交付给人 它不是一个道德意义很强烈的字眼 不像我们在台湾有的时候说 你是叛徒 你这个是出卖台湾 这还得了 你说我把台湾交付给谁 那跟出卖台湾是不一样的 道德的含义上 出卖是有很强烈的谴责的意思 所以把耶稣出卖给罗马人 并非是出自金钱的动机 是因为耶稣教他这么做 因为他不这么做 他的计划就不能完成 那他什么计划呢 这里面就有人在推测 他是什么计划 因为灵支派的人相信多神 灵支派的人相信 我们现在人类这个社会 是一个比较差的神所造的 一个Lesser God 比较差的神所造的 然后耶稣是另外一个高等的神派来的 要把这些打掉重裂 就造出这么一个不完美的世界 太low了嘛 我就派耶稣来 然后耶稣来发现 真low啊 因为人装在这个很烂的身体里面 这个身体实在有多烂 所以他promise一堆天国 或者叫家国的概念 家园的概念 Kindom of God 这家园的概念是什么概念呢 就后来他们认为 这个最后审判才会去 他不是 他其实现在就可以去 耶稣就是要摆脱他的肉体 要到 要回到他的那个神国去 这样 然后他怎么摆脱他的肉体呢 只有靠这个方式 靠着人 然后把他处死 然后他就脱离他的肉体 他就自由了 这跟佛教的那个死地死亡 他处出生的概念是一模一样 跟这个柏拉图里面讲到 灵魂的转世是一模一样 所以一直有一种 在这个中东地区 一直有一个灵魂转世的概念 然后到了达赖喇嘛 这种那就更那个了 灵童转世 那我也跟各位讲过 差一点我也以为 我是灵童的奇妙的故事 那当然都是我个人 门徒中只有犹大了解 然后耶稣所传的福音的争议 我们在耶稣的身后以后 一个最大的问题 几乎跟所有教派的问题 是一样的 不管是佛教或者儒教 到时候谁来继承 谁是第一弟子 谁是孔门第一 谁是佛门第一 谁是基督教的第一个弟子 这有很多争议的 至少可能人选有四个还五个 我们到处再说 这就刚刚讲了 约瑟夫的犹太古史 那个被称为叫做 弗拉维斯见证 因为在三段 跟新有关的记载里面 犹太古史就是那本 香港翻译 没有翻译到的那个 最受学者称为 叫做 Testimonium Flavillum 这是拉丁文 他记载是这样 这是我的翻译 所以那时候也被叫耶稣的智者 唐诺他真的是人 这个是表示他是神的可能性 因为他出现了 因为他做了很多奇异而不可置信的事情 一般人做不到 什么五品二鱼 这么一把虾子掩掩开了 等等等等 我们等一下会讲 还有他有众人的教师 所以欣然接受真理 吸引了很多犹太人 那时候大概也只有犹太人 没有别人 所以他其实是犹太人 所以这其实原来只是一个犹太人的故事 变成全球的故事 这真的是靠着保罗这种人到异邦去传教 不然的话 这都是在本帮人里面 不会有别人会接受的 然后这个人就是基督 基督就是所谓的救世主的意思 在希腊文叫Christos 所以翻译基督 在希伯来文就叫Messiah 或者翻译墨西亚 就是一样的意思 翻译的问题而已 或者翻译就是主 这样 然后呢 那些起初对他死众人 死后第三天要复活 这是因为在旧约里面 说将来会来一个人 所以新约的做法 其实都是印证了旧约里面的做法 所以有人说 这个不是套好招的吗 新约里面讲那些话 都是旧约里面出现 你看他已经出现第一个征兆 谁帮他受洗 第二个征兆 第三个征兆 集满五个征兆 他就变成 这不是集满五个 五点 然后再加构三十块 就可以加构一个什么东西 类似的概念 当然对基督徒 当然不会相信这个 但是很多研究者发现 那些征兆在旧约里面 都一一浮现 所以犹太人为什么他会被认为是基督 是因为当初前人所说的征兆 在他身上全部营业 所以不是他是谁 所以就是这样 那些名为基督徒的都没有完全消失 这个是在罗马时代写的东西 这不是现在写的东西 一个叫Paul Mayer的人 他编的约瑟夫著作精选 就是这一段也是一样 这是这本书的中义本的翻译 意思基本上没有太大差别 好的 另外一派人就要寻求历史上的耶稣 觉得那是信仰的耶稣 信仰的耶稣 你都没有坏的事情 那一定要寻求历史上的耶稣 所以这几个是当时的德国的学者 这是美国的一个叫Jesus Seminar 他们要寻求History In Search of Historical Jesus 但有人认为不可能 因为耶稣没有历史传说的资料 历史的资料 顶多就是斯大福音书 如果你又认为斯大福音书 是信仰的资料 不是真正的历史材料 你现在没有抓不到东西嘛 你根本就没有任何材料 可以来证明历史上的耶稣 这是一个圆木求鱼的做法 一种说法 所以这个反对的人也有这些 这个是Carl Barth 他有点名气 Martin Keillow 我就完全不知道是谁 这当然有名气没名气 这是我说的 那这就是有关耶稣的文献 其实可靠的文献 就是你去怀疑的时候 那个文献都不可靠 但一旦你怀疑完毕了 那剩下的就没有什么东西了 除了信仰之外 可是信仰的东西就是不要怀疑的 这就变成一个死亡东西 你要做研究 不太容易了 你没有别人材料